日式的雞肉咖哩 一個不敗的料理 教你在家裡面 怎麼樣讓它做起來 更加的突顯出來 這個咖哩的厚度 蘋果的甜味 又讓它吃起來不會這麼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tan 邱永 今天我們來教大家做這個 居然沒有做過的 這個日式雞肉咖哩 我現在在一個飯店 剛好是日系的飯店 那這個日本的主廚 今天教了我做這道咖哩 我覺得 用這種方法也蠻不錯的 然後教給大家 所以剛開始我們的雞肉 先來調味一下 鹽胡椒 均勻的灑在上面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通常我們就直接煎嘛 今天我們要沾上這個麵粉 你可以選擇就是高筋麵粉 薄薄的就可以了 今天如果說你沒有沾粉的話 你可以不用加油 把這個雞皮下去 它會逼出這個油脂來 但是我們因為沾粉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加一些油下來煎 一樣它還是可以煎出 所謂這種脆脆的口感 只是你必須要加點油下來 因為有沾粉的關係 所以你的溫度可能要稍微去拿捏一下 因為粉的部分會比原本的雞皮更容易上色 然後今天在做雞肉咖哩的時候 我個人還是建議用雞腿肉 雞胸肉比較不太適合在這道料理裡面 用燉煮的方式 好雞腿好了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等一下再來切塊 現在我們就直接一鍋來開始操作 煮絞肉進來 你在這邊你可以用雞絞肉 它就更符合這個雞肉咖哩 那我個人喜歡就是帶這個豬肉的香氣 增加一個不同的肉香味 好這時候我們把薑加進來 蒜 來翻炒一下 把這個香氣炒出來 養蔥下來 再加上紅蘿蔔 咖哩粉進來 這邊咖哩粉加進去把它給炒香 煸到像這樣香氣完完全全的出來 這時候水下來 我們就把它給煮滾 好來這個時候我們滾個大概兩分鐘 其實馬鈴薯就可以進來了 當然就是看你要的口感 馬鈴薯蠻容易熟的 所以我覺得大概也是煮個五分鐘就可以了 最後我才會把雞腿加進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咖哩要放到隔天 所以更好吃 所以你的雞腿可以到最後用燜熟也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 這時候雞肉下來之後我們就把我們的咖哩塊 切成小塊它會融得比較快 所以咖哩的口味你自己選都可以 對 那我今天選的就是比較甜口的 就是蘋果口味 那我會讓它再加重這個味道 所以我這邊打了這個半顆的蘋果進來 蘋果泥 好最後奶油下來 今天奶油的量會稍微 我自己會大一點 好 那我們就放到隔天就可以盛盤了 咖哩也是不敗料理 大人小孩都愛 咖哩的香氣很足 然後在裡面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肉香味 更加的出顯出來這個咖哩的厚度 蘋果的甜味 又讓它吃起來不會這麼的膩 這我兒子應該一整碗都吃得完 一個不敗的料理 教你在家裡面 怎麼樣讓它做起來更有厚度 就是我們這個日式的雞肉咖哩 交給你囉